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近日被爆出涉及乌克兰中共的商业丑闻 以及知情并涉嫌参与儿子亨特的海外商业交易 对此不少已经投票的选民因而转变态度 打算改投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谷歌趋势显示周二上午 能否在德州改变投票和能否在佛州改变我的投票 这两个词组的搜索趋势分别增长250%和200% 此外改变我的投票一词 在亚利桑那州、佛州、爱达河州、明尼苏达州和宾州也作为热门 对于该现象 川普总统也发推表示 自第二次辩论后 是否能更改投票成了谷歌的搜索热潮 这是指要改投我 他还指出这很可能是美国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选举 为此鼓励选民做出正确决定 根据报导 大多数州不允许选民在提交选票后更改投票决定 但也有部分的州允许选民就算持有缺席选票 仍可以亲自投票 就改变选票一试 本台记者向洛杉矶县选票登记处了解到 已经提前投票的选民 若想要求新的选票并重新投票 必须立即打电话联络该部门 不过洛杉矶选票登记处也指出 只有在未受到已提交的选票的情况下 才会向选民发放新选票 此外他们提醒 周二已经是发放新选票的截止日 因此接下来选民必须谨慎投票 以避免不必要的困难 事实上在纽约州 法律允许选民即便请求或投下了缺席选票 仍可以亲自到投票站投票 同样允许选民改变投票决定的 还包括康州、密西根州、明州和威斯康辛州 根据英文大纪元报道 截止周二上午 已经有高达6470万选民提早投票 比例占2016年总统大选总投票数约47% 新唐人记者王滋艺江灵达洛杉矶报道 渡判周三人记者王滋艺江灵达洛杉矶报道